在日本女性的地位到底有多低 这位眉目如画 浅笑奄然的女士名为伊藤诗之 如果没有那件事的发生 如今的她 也许会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 为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拼搏 但是现在 她却身处万丈深渊 深不见底 据统计在英国 每百万人口的强奸案报警数是510起 而在日本相同的人口基数 强奸报警案只有10起 从数据上看 日本女性的安全程度 几乎是英国女性的50倍 但在2015年 一起事件的曝光 如一颗破烫而出的子弹 彻底击碎了日本的这层遮羞布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说一说日本之耻 故事开始于2013年 那时的伊藤诗之 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 在纽约的一座大学里 学习新闻学 为了勤工俭学赚取学费 诗之选择在纽约的一个酒吧里 做兼职服务员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在酒吧里 遇到了位高权重的山口净之 山口净之是日本电视台 驻华盛顿分局机构的代表 属于日本新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同位新闻专业的伊藤诗之 将山口净之视为榜样 对其十分敬重 再加上他相遇同胞 两人一见如故 简单闲聊了几句后 山口给了诗之一个联系方式 并向他表示如果需要帮助 可以随时联系 诗之收下了联系方式 同时也记下了这个承诺 两人此次一别 便是两年的时间 2015年3月 诗之大学毕业 回到日本面临就业 他通过邮件联系到了山口净之 向其询问是否招收实习生 山口净之表示 如果你想应聘实习生 随时都可以来上班 不过他这里还在招一个制片人的岗位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 无论在哪个国家 大学生就业都压力山大 所以诗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非常的开心 很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工作的机会 于是山口与诗之相约 4月3日进行面谈 而之后的故事 也开始慢慢地偏离了方向 4月3日傍晚 两人先是在一家小船烧店见了面 山口邀请诗之小酌了两杯 之后两人又转场到了一家寿司店 在寿司店里 山口似乎是进入了自己的主场 开始侃侃而谈 吹嘘着自己光荣的经历 过往的荣誉 曾经的辉煌 少年的迷茫 对未来的展望 以及因喝酒而伤的肝脏 可是对于诗之的工作问题 他却始终避而不谈 渴望工作的诗之 虽然对这些吹嘘并不感兴趣 但也一直在随声附和 同时心里也希望着 他能尽快进入正题 谈一谈工作 可惜诗之始终没能等来这一刻 一小瓶清酒过后 他便开始头晕目眩 觉得不对劲的 他去了趟洗手间 之后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 山口浸汁的宾馆房间里 面对此情此景 诗之想要逃跑 但山口又将他推回到了床上 之后无论诗之用何种方式反抗 不该发生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 事发之后 山口静止起身对诗之说 很好 你通过面试了 事发之后 诗之仿佛被抽干了灵魂 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结果 内心充满屈辱感的他 仿跑出了酒店 夜色中他看不见缤纷 也听不见嘈杂 周围景色虽与之前无异 但却失去了所有的色彩 孤独与无助将他包裹得透不过气 虽然 日本有着全球最发达的爱情动作产业 相关的产品和海报也都是随处可见 但在实际生活中 人们却羞于在口头谈论此类事件 这种坚口不严的态度 导致日本的女性几乎没有受到过 任何自我防范的尝试科普 和处理此类事件的宣传教育 因此事发之后 诗之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他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处理此门事件 更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求帮助 回到家中的诗之 先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 强奸救援中心的求助电话 当他拨通电话后 电话那边却表示 除非诗之亲自去救援中心求助 不然他们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面对远在东京郊区的救援中心 诗之放弃了去现场求助 因为事发后的他 接连几天浑身疼痛 无法下床 虽然失之怀疑自己的酒里被下了药 但由于没有做药检 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 画面上的这位女士 名为平川盒子 是当时强奸救援中心的主管 在事后的采访中 他表示 虽然救援中心是24小时开放的 但由于经费不足 所以他们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值班 因此无法擅自离港 作为首都唯一一家 24小时开放的强奸员中心 人手却严重不足 由此可见 日本对强奸受害者的重视程度 是极其有限的 此外据统计 在日本大约有25万9千5百名警员 其中 女性警员只占8% 这导致受害人如果想要报案 就必须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 而在事发的五天后 士芝在朋友的鼓励下 来到了警局报案 几经反转 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女性警员 叙述案情 但当这名女性警员 了解了整个经过后 却告知士芝自己只是一名交通警 管理全县仅限交通 所以并不能帮他进行立案 并建议他去找相关警察进行报案 而当士芝鼓起勇气 向男警官进行报案时 却迎来了审问带来的二次伤害 男警员将他带到了一处 类似于健身房的场所 并让他躺在一个柔软的蓝色垫子上 同时在他的身上 还放置了一个假人 用以充当嫌疑人 来重建案发现场的姿势 并进行拍照 这种重建现场的方式 让士芝极其恶心 他只能尽力让自己做到不去回想 经过这一切后 士芝本以为能沉渊得雪 但生活却又再一次的欺骗了他 接下来的两个月 警局从失支的衣服上 提取到了山口的DNA 根据宾馆拿到的监控录像 极部分目击者的口述后 签发了一个对山口的逮捕令 但当他们准备逮捕山口时 警局高层却下令停止抓捕 而具体原因至今没有公开 之后 这个案子被移送到了东京警察局 到了2016年8月 由于证据不足 检察官决定不宜起诉 宣布山口无罪 这个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结果 在日本却是合情合法的 因为虽然日本属于比较发达的国家 但它的强奸法修订 还要追溯于1907年 这份超过一个世纪 没有改变的法律 对强奸二字有着另一种定义 拒绝就是拒绝 这个概念在很多国家都是被认可的 但由于日本影视文化的原因 他们的拒绝所表达的含义就十分模糊 一句雅买蝶似乎有着双重意思 所以 如果被害人不曾撕金裂费地哭喊求助 并且拼尽全力地反抗 法官都会默认 其实同意发生关系的 此外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彼此相识的人之间 就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强奸 如果还有饮酒的情景 那就更会被认为是两情相悦的结果 只有在陌生人攻击你 同时你也进行了回击 并且还因此受伤的情况下 才能被称为强奸 此外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 针对女性的暴力 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 强奸罪的起行点 比盗窃罪还要低 人们常说 人无法走进同一条河两次 因为河水一直在流动 现在的河已不是当初的水 而这种完全脱离时代的法律定义 使得很多的受害者 即便想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帮助 但也都得不到该有的正义 另外那种有为常理的询问手段 往往也都会给受害人 带来更为严重的身心伤害 所以 面对着这样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环境 日本强奸案报案率低 似乎成了皇帝的新衣 而由于在日本 人们很少提起强奸的诉讼 所以 失之的事件 很快得到了报道 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山口 也占据了舆论的主导 事后他在一起访谈节目中 对该事件做出了回应 山口在节目中 直接否认了失之的证词 他表示自己 没有给失之下药 而是失之不胜酒力 还极其贪杯 最终导致醉酒断片无法回家 而当时由于他自己要回酒店工作 所以他别无选择 此外 山口还表示 失之进入酒店后就一直在呕吐 脱掉部分衣服后就睡着了 清醒过来后 他就半裸着跑到了自己的床上 之后 整个过程 失之都十分地投入 山口的这一期发言 把失之推向了风口浪尖 人们开始在网上各种留言 乌言会语 急进口嗨 甚至还有人 曝光了失之的家人 很多的媒体人士也开始落井下石 有人认为他不怀好意 有人认为他咎由自取 世界的恶意 似乎总会轻易地击垮一个人 重口朔惊 面对众人的口注笔伐 失之内心的一切信念瞬息间 被连根拔起 但是他并没有倒下 他决定以法律未遁 搏击黑暗 失之再次提起了上诉 并且他还进行了九个月的亲自调查 在这九个月当中 他找到了当时载他们去酒店的司机 当时酒店的监控 以及第二天打扫宾馆房间的清洁工 司机表示 当时的失之反复要求 将他带去车站 因为他要坐火车回家 但山口却表示 他这样回家太过危险 并叫司机把车开到了酒店 而之后 失之就在后座上睡着了 同时从酒店的监控可以看出 当时是山口 撑着失之走近的电梯 当时的失之毫无意识 并且第二天打扫房间的清洁工 也表示 他们房间的地上 没有任何的呕吐物 房间有两张床 其中一张没有被睡过的痕迹 带着以上的证据 2017年9月 失之开始向检查审查会 提醒了复役 日本的复役制度 是先从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中 以抽签的形式 选出11名审查员 如果其中8人做出了应当起诉的决定 那么检查官就会对该案件进行二次调查 只要通过了二次调查 该案件就有可能会被重启 当然在二次调查时也会出现 检查官依然判定不起诉的情况 每当出现这种情况 案子就又会被重新退回到检查审查会 再次进入11名审查员的决定阶段 如果还有8人做出应当起诉的决定 案子就会进入强行起诉的流程 而失之提出的复役申请 连第一轮都没有过 由此也可以看出 在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权益 是有多么的不重视 评审小组否决了该申请后 法院判决 失之不能再提起公诉 从此 山口近之在也不会从法律层面上 被定义为强奸犯 山口在得知了此消息后 和同僚们举行了庆祝会 这一刻的她仿佛是听到了胜利的号角 抹去了所有的烦恼 开着最好的抄跑 来到了洪浪漫泡草 完事还有小妹给她捏脚 总之就是一脸的小人得志 笑得都没有人样了 而失之面对着再次的失败 虽然也产生了自我怀疑 但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转换战场 对山口提起了民事诉讼 2017年12月18日 失之早早起床 坐在镜前淡扫峨眉 整理秀发 筹备着她的第一次出庭 路边的老人认出了她 纷纷向前为她加油 如今的失之 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怯懦 经历了负义申请失败的她 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重蹈覆辙 化身为了一名 围绕性侵话题的社会活动家 为无数的女性科普知识 鼓励曾经的受害者走出阴影 很多的女人都将她视为了榜样 2017年10月 与日本一阳之隔的美国 M2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也促进了失之案件的进一步曝光 从此失之不再是孤军奋战 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 日本政府不仅投入了100万英镑 成立了强奸最受害者全国基金会 还在41个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 同时日本议会也更改了强奸法案 这是该法案110年来首次改革 2019年12月18日下午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宣判 伊藤失之胜诉 伤口禁之 赔偿其330万日元 虽然这些钱 对于失之所遭受到的创伤而言 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但失之的故事却鼓舞了很多人 要想在时间的长河中砥砺前行 每个人都会失去很多东西 但唯独不能失去勇气 这种勇气并非呐喊 也并非冲锋 而是即便心丹影之 恐惧无比 但依然不曾停下脚步 虽然有时正义会迟到 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喝快乐水 那看完今天的视频 我敢保证 以后你绝对只喝一拉罐包装的 因为这一期 讲的是发生在日本东京的 可口可乐无差别投毒案 何谓无差别 就是没有固定目标 凶手和被害人之间无冤无仇 谁喝到了毒可乐 只能自认倒霉 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凶手有严重的报复社会的心理 并且由于是随机投毒 所以很难防范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凶手又为何要这样做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 退回到1977年的1月4日 1977年1月4日 时间刚刚过零点 在日本品川车站新干县餐车上 打寒假工的六名青年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 正在往宿舍走去 聊着天 走了大概200米后 在经过一个酒店门口的公共电话亭时 一个女孩在地上捡到了十元的硬币 对于我们来说 也就是五毛钱 虽然钱不多 但没有什么事能比捡钱更快乐了 于是女孩准备和其他人分享她的幸运 但就在她转身的时候 又在电话厅里面看到了一瓶可乐 一开始她以为是谁喝剩下的 但她确认可乐的瓶口是完好的 没有被人打开 过后她放心地对同伴说 应该是有人打完电话忘在这里了 然后 她对着同伴里年纪最小的一个男孩说 我不喜欢喝可乐 这个给你吧 男孩借过可乐 然后装进了自己的外套兜里 但她不知道的是 女孩的好心 却让她的生命止步在今晚 男孩名叫桂元明 今年16岁 父亲是新干县上的员工 所以趁着暑假 把她介绍到铁路的餐车上打工 桂元明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 前辈们都很照顾她 所以才会把可乐送给她 十分钟后 这里有人回到了宿舍 桂元明把可乐放进了冰箱里 因为第二天不上班 所以大家都不急着休息 而是轮流洗了澡 然后在二楼的休息室喝酒聊天 凌晨一点多 桂元明洗完澡后 感觉有点口渴 于是想起了冰箱里的可乐 拿出可乐用起子打开后 她迫不及待地喝了几口 然后全都喷了出来 因为这个可乐味道很奇怪 不但很苦 而且非常色 桂元明立刻用自来水漱口 想清理一下口腔 同伴健壮刚想问她怎么了 谁知桂元明突然两眼泛白 直接倒在了地上 并且身体不断地抽搐 渐渐失去了意识 同伴立刻拨通了急救电话 十分钟后 桂元明被救护车接走 但很遗憾 经过一夜的抢救 在隔天早上七点 桂元明被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由于桂元明从病发到死亡 太过迅速 并且有很明显的中毒迹象所 乙医生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了警方 警方也很快进行了尸检 事件报告显示 桂元明的皮肤呈现大面积的粉红色般 所以法医初步判断 桂元明的死因 很可能是秦华那中毒导致的 随后警方把他喝剩下的可乐拿去化验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秦华那 那么秦华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让人如此快速地病发身亡 秦华那是一种剧毒 只需要0.1至0.2克就能置人于死地 根据服用量的不同 死亡时间最快只要几秒 最长也只要5分钟左右 并且起销非常迅速 大部分都很难救火 还有氢化那的化工原料 常见于电镀 农药以及金属处理等行业 所以氢化那属于比较常见的化学品 这也让警方的调查陷入了瓶颈 而现在警方以为此次案件只是单一的案件事 警局很快又接到了有人中毒的报警 电话说几名行人在上班路上 看到昨晚发现可乐的那个电话亭 路口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中年男子 倒在地上并且失去了意识 等急救车赶到时 医生确认此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随后警方的男子倒地的地方 发现了残留的可乐 在十米开外的电行单下 找到了一个喝了一半的可乐瓶 在距离电线杆一百米的地方 发现了另一个喝了一半的可乐瓶 经过尸检 此人身体表面同样有粉红色斑 也确认了同样是氢化那中毒 此时警方终于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一起大规模的投毒案件 于是他们立刻加派了警力 对该地区以及附近进行走访调查 并且命令调查人员 对路面上出现了不明饮品进行收集 同时还要向周围的居民发布紧急通知 经过缜密的搜查 警方在下午一点左右 在距离桂园林他们捡到可乐 大概六百米的一家杂货店门口 又是一个公用电话旁边 发现了一瓶可乐 根据店主回忆 在十点左右他开门营业时 并没有看到这里有可乐 随后警方又调查了电话的使用情况 确认了在中午十二点二十五分前 电话旁都没有可乐 就在这时 一个路过的学生说 他在十二点四十分去超市买东西时 看到了这瓶可乐 他本来想拿走的 但是去超市带着不方便 想回来时再拿 却发现这里居然出现了警方 也就是说 在十二点二十五分到十二点四十分 这短短的十五分钟时间里 有人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这里放下了可乐 在一月四日这一天时间里 加上刚才找到了这一瓶 警方一共找到了四瓶可乐 并且分别对四瓶可乐进行了化验 结果表明 四瓶可乐里全都含有情话呢 但奇怪的是 这几瓶可乐中所含的情话呢成分 居然全都不一致 导致桂元明中毒的那瓶可乐 情话呢含量为1.4至1.6克 导致灰衣男子中毒的可乐 情话呢含量为1.9克 在灰衣男子100米的地方发现了可乐 情话呢含量为3克 在杂货店门口发现了可乐 情话呢含量居然高达9克 那个时候的瓶装可乐 一瓶大概在190毫升 一般人喝一口大概在20毫升左右 而情话呢的致死量为0.15克到0.2克 也就是说 最后发现了这瓶可乐 只需要仅仅4毫升就能 置人于死地 那么究竟是谁 对日本社会有着如此大的成见 导致他要以这种剧毒来无差别杀人 随后 警方对可乐屏上的指纹进行了搜集 并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在数据库进行了比对 为什么要说试一试 因为那时候的日本只有有案底的人 才会在警局留下指纹信息 而经过比对 警方还真的找到了一名男子 一个名为监渊博的在逃犯 此人今年46岁 曾因偷窃两次被捕 后来又因诈骗被通缉 但一直没有抓到 已经销声匿迹的13年 虽然可乐屏上有他的指纹 但也无法直接证明 监渊博就是凶手 并且就算他是凶手 警察13年都没抓到他 现在依旧是毫无头绪 此时在外走访调查的警察传来消息 根据周围的居民反映 原来从去年的11月起 就开始陆续地出现可乐屏 有一些沉冽的人说 这些不明来源的可乐 有时会出现在草地里 有时在绿植里 甚至还会直接放在路边的台阶上 出现可乐的地方 大概有六七处 但是差不多每隔两三天 这些可乐就会挪动一下位置 有时会出现在更显眼的地方 比如路边的公共电话厅 然而从去年11月一直到现在 都未收到有人中毒的报案 一直到桂圆明毒发身亡 人们才恍然大悟 这些居然是要人命的毒可乐 而把这些可乐出现的位置时间 还有情话的含量的不同等信息 结合在一起 警察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 就是这个作案人很有可能是在做实验 也就是说 他在测试可乐放在哪里 才更容易被人拿走 随后在确认了位置后 又在可乐里加入不同含量的情话呢 目的在于测试究竟多少含量 才能让可乐不那么苦 让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喝下可乐 然后毒发身亡 目前看来 作案人的实验已经取得了成功 他放着的可乐有人拿 并且被喝了下去 那么结合这一点 作案人一定还会出现 于是 警方开始在各个社区宣传 千万不要喝来路不明的东西 并且 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情况 一定要立刻报警 那段时间 商店里的可乐根本卖不出去 甚至连喝饮料的人都少了很多 然而 警察和居民的神经 紧绷了整整一个月 类似的案件却再也没有发生 直到一个月后的早上 情人节的前一天 也就是2月13日 一名火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上 然后去自动贩卖机买烟 他弯腰拿起香烟时 发现旁边摆着一瓶还没打开过的可乐 于是就把他装在兜里 然后返回了工厂 在工厂的办公室 他把可乐拿了出来 并对同事说 今天运气很不错 买包烟 还捡了一瓶可乐 因为之前的可乐投毒事件 几乎人尽皆知 所以同事劝他千万不要喝 万一有毒 应该把他交给警察 但这人根本不听 说自己就喝一口尝尝 不会有事的 于是他就打开了可乐 然后一饮而尽 大概三分钟后 他就突然蹲在地上说 肚子好疼 同事赶紧叫来了急救车 后来经过检验 这瓶可乐里 确实还有氢化了 但含量应该很少 所以 这人经过抢救后 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很快就出院了 而现在 警方想登文询问 更多细节时 却发现 这个人居然自杀了 他家人的说法是 他自己不听劝 喝下了可乐 感觉非常愧疚 所以才会自杀 这个理由听起来 多少有点牵强 但警方又找不到 其他的证据 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在东京车站的 一个地下商业街 又发生了一起可疑事件 一个路过的43岁男子 在楼梯口捡到了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满满的40颗巧克力 虽然外包装看起来 是没有被拆过的 联想到之前的 可乐投毒事件 这名男子不敢大意 立刻把箱子送到了警局 由于当天是情人节 警方也考虑到 可能真的是 谁忘记在楼梯口了 于是又把箱子装好 然后放进了储藏室 按照日本的食物处理规则 发现食品一食物后 警方会待位保管十天 十天后 如果还没有人来认领 警方会把物品返还给制造商 并按照零售价 拿回退货款 等到施主出现时 再将退货款 全部还给施主 如果六个月后 施主还未出现 那么这笔钱款将作为酬金 全部送给捡到物品的人 十天后 这一箱巧克力 还没有人来认领 于是警方就把巧克力 退还给了制造商 但制造商的检查后发现 虽然每一盒巧克力的包装纸 还在 却全都有被人打开 然后重新粘回去的痕迹 于是 他们把巧克力 送到了总部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每一盒巧克力里面的其中一颗 都混入了0.5颗的情话了 由于巧克力本身 就自带一点苦味 所以 即便是混入了情话了 使用者也很难分辨出来 而0.5颗情话呢 已经足以杀死三个成年人 幸运的是 这些巧克力被人及时发现 并交给了警方 否则这40颗巧克力一旦流出 后果不堪设想 而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每一颗巧克力的内侧 都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要用天珠 来消灭卑鄙又自大的日本人 由于这些字母是用印章印上去的 所以并没有给警方带来任何线索 至于巧克力的来源 警方同样是一头雾水 但根据车站过往的嫌疑人描述 从2月10号开始 这个箱子便在车站出现过 并且每天都会换一个地方 从这一点来判断 巧克力投毒案和可乐投毒案的凶手 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但尽管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 类似的投毒案居然再也没有发生过 倒是可口可乐公司 在听说了这个案件后 逐渐放弃了瓶装 改为了螺旋式塑料包装和一拉罐包装 这两种包装一旦被打开 就几乎不可能再恢复原样 人们也就能很轻易地判断出 这瓶可乐是否被打开过 这也就是现在的可乐 大部分是塑料瓶和一拉罐装的主要原因 1992年1月4日 可乐投毒案到达公诉 时效也就是15年 这就意味着 哪怕现在抓到了凶手 他也不会再因当初的行为 受到任何的制裁 这场导致很多人对可乐产生恐惧 轰动一时的恶性案件 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并且直到现在 都未曾找到真正的凶手 所以这起案件也成为了 日本史上的三大学案之一 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 是于2016年 在日本的大口医院 发生的一起连续死亡事件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这起事件涉及的死亡人数 高达将近50人 是日本平成年间 死亡人数最多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而这起事件的凶手 作案的手法和动机 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先来说一下事件发生的地点 大口医院 这家医院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 医院总共有四层楼 只有18间病房 最多能够接待的病人数 不超过100人 而且 这家医院主要是收职高龄患者为主 很大一部分病人 甚至是临终治疗 因此 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大医院 这里病人的出入院 相对比较少 死亡率也比较稳定 然而2016年下半年 对于大口医院的院长来说 是一个十分不顺利的阶段 因为自从六七月份开始 医院里面的病人死亡率 开始急速攀升 几乎每隔一两天 就会有病人突然过世 有时一天之内 会出现两到三个老人 相继死亡的情况 最高的时候 甚至出现过 一天五名老人死亡的奇怪现象 这在之前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虽然说 病人都是以老人为主 出现死亡的情况会比较正常 但是突然上升的死亡率 还是让住在医院里面的病人和家属 十分的恐慌 有害怕的病人甚至说 是不是这家医院 被什么奇怪的东西给诅咒了 不然怎么解释 突然攀升的死亡人数 当然这种怪力乱神的理由 是不能够说服 日本卫生机关的官员 和媒体的 倍感压力的医院院长 便开始了对医院内部的调查 一开始院长认为 是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可知的病毒 或者是细菌感染 导致抵抗力比较弱的老人们中招了 于是 在医院内部 加大了消杀和检查工作 但是一系列的消杀措施实施下来 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 死亡率仍然是居高不下 因此 院内也开始出现了各种流言 院方在调查过程当中 和几位病人家属聊天了解到 相比于其他楼层的病人 医院四楼的死亡患者 尤其的多 而且经常是两三个病人前后死亡 家属神秘兮兮的说 是不是四楼有什么邪灵 这让在四楼接受治疗的病人 和家属都很害怕 为了搞清楚真相 院长将七月到九月上旬 死亡患者的名单和资料 都汇总了出来 通过详细的对比和调查 发现确实如家属们所说的 四楼患者的死亡率 要比其他楼层的都要高 频频出现短时间内多名病人过世的情况 媒体对这种短时间 死亡率急速上升的情况也非常的好奇 纷纷来到了医院对工作人员进行采访 采访当中 医院的员工说这种情况有点出乎意料 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医院以老年人治疗为主 也许是最近这段时间 收治的病人年纪都比较大 重症病患比较多 所以死亡率就比以前高了 社会各界和院方也许有点反应过度了 也许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医院的员工有点冷血 毕竟这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命 但是前面我们说到过 这家医院 原本就是针对老年人设立的康复专科 医院长期都是收治老年病患 极少出现年轻病患的急诊救治情况 可以说到这家医院的患者 死亡的都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在经常面对生死的医院员工面前 这样的事件除了觉得有点奇怪以外 可能真的并没有什么难以接受的 也因为员工持有的这种态度和想法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个社会 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度 慢慢的媒体和社会对大口医院的关注热度 也开始下降了 这个事件似乎也真的回到了 虽然有点奇怪 但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而这样的热度下降 仅仅只是短暂的瓶颈 2016年9月19日 大口医院又有一名88岁的老人 巴卷信雄去世 而这名老人是两天之前 才从另外一家大医院转院过来的 因为在上一家医院治疗得当 虽然还是需要一直输液 但是病情明显有了好转 身体情况也稳定了下来 家人们都认为 大口医院针对老年人 看护更加的专业 收费也相对便宜一些 于是将老人转到了这家医院 老人当时被安排入住了406号病房 家人原本想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的话 老人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但是没有想到18日晚上10点多 老人的情况急转直下 脉搏突然变弱 值班的护士通过监测系统 发现情况不对劲 就赶紧到病房查看他的情况 之后医院虽然立马采取了急救措施 但是老人还是在第二天凌晨就去世了 因为巴卷信雄这位患者 是在身体情况有所好转之后 再转运到大口医院的 按理来说应该是不可能会出现 突然身体情况变差的问题 根据医院医生和护士回忆 巴卷信雄的病情恶化得十分的迅速 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抢救的时间 而第一时间发现了死亡的那个护士 当时发现患者的输液袋当中 残留的液体里面有一些可疑的泡泡 护士不敢大意 就赶紧将这个情况 汇报给了值班医生和医院的领导 院方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就立马报了警 很快介入调查 警方对巴卷信雄的遗体进行了解剖 同时封存了当时抢救用的各种医疗用品 结果老人的尸检报告显示 他的死因竟然是中毒 而导致他中毒的输液袋当中 居然含有大量的消毒剂成分 消毒剂虽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但是如果是大剂量的进入身体内部的话 则会引起身体多器官衰竭的严重后果 这对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的老人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警方虽然从封存的输液袋当中 检测出来了消毒剂 却没有弄清楚 凶手是如何将消毒剂混入输液袋当中的 为了调查清楚情况 警方封存了大口医院所有的药品 在调查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在剩余的 准备输液的50多个输液袋当中 有10多个都检测出来了消毒剂的成分 但是这些输液袋外表都是没有破损的 应该不存在生产过程当中 不小心混入的情况 经过对输液袋的仔细检查 警方才发现 这输液袋保护膜上有着很小的针孔 疑似是注射器的痕迹 警方推测 凶手就是用注射器 将消毒剂直接注射到了输液袋当中 而令人心惊的是 因为这个保护膜在输液的过程当中 是会被撕掉便捷丢弃的 如果这次没有被发现的话 那么凶手很有可能又会神不知 鬼不觉得残害其他的老人 警方将这个结果告知给了院方 院方这时突然想到 前两天也有一个名字叫西川的老人过世了 现在遗体还没有被火化 警方随即对西川老人的遗体进行了解剖 同样 在体内也检测出来了消毒剂的成分 这个发现 让院方和警方都不哈而立 这么说 之前过世的那些老人都并非自然死亡 他们都很有可能是被毒害去世的 可是这些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患者 平时也都没跟什么人结仇 是什么人 会接二连三地对这些老人下狠手 就在这时警方提出 能接触到这么多位老人的药品 而且注射消毒剂 混入输液袋 需要一定的医护知识 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医院里面的人 院方联合警方 随即对全院人员展开了调查 尤其是当天能够接触到 八卷信雄的医护人员 当时八卷信雄老人居住的是 406号病房 可以住6名病人 而4楼总共有18名病患 事发当天 4楼只有一名值班医生和2名护士 根据医院的规定 在给病人更换输液袋时 始终要有一名护士在护士站之首 当时给八卷信雄更换输液袋的 就是发现袋内有可疑泡泡的那个护士 因此他作案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经过警方的调查 另外一名护士和医生 也没有作案的嫌疑 警方在进一步对封存药物调查当中得知 当时四楼的药品 并非是当天拿上来的 而是17日 从一楼的药房一次性搬上来的 那么这样 调查范围就扩大到了17日到19日 都能够接触到药物的人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 嫌疑人调查也有了重大的进展 警方在院内的一件护士敷口袋内 检测出来了消毒剂的成分 而这件衣服的主人 正是之前接受过媒体采访 说是这件事情很正常的那位护士 九宝慕爱公面对铁证 被逮捕后的九宝慕爱公 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犯罪的罪行 他承认2016年7月开始 一直到9月上旬 大口医院里面 所出现的群体性死亡事件 都是他一人所谓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 他是提前将消毒剂装入了注射器内 然后放在了自己的护士服口袋当中 之后在自己下班前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将消毒剂注入到了输液袋里面 这样接班的同事 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将动过手脚的输液袋 拿给了病患使用 而老年病患 在使用了这些有毒的药物之后 即使死亡 也不是在他值班的那个时间段里面 自己就可以完美地避开老人的死亡责任了 消息已经公布 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护士 大家所说的白衣天使 居然是将消毒剂 混入输液袋当中的恶魔杀手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他这样无差别的大量杀人的动机 并非大家所猜测的报复同事 或者是报复社会 九宝慕爱公31岁 是日本社会当中 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一名女性了 家里面除了父母 还有一个弟弟 根据家人和朋友对他的回忆 他在读书时期 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不主动地回答问题 也很少和家人朋友有过什么抱怨 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大众的女孩子 高中毕业之后 九宝慕爱公就做了护士 他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在大口医院里面工作的 而是在另外一家更大 更加综合性的医院里面工作 但是因为在那家医院 会被调到急诊部门 感觉到很麻烦的九宝慕爱公 就于2015年选择转到了大口医院 他在大口医院里面 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因为医院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年患者 主要是康复的工作 所以九宝慕爱公平时 也没有对工作表现出不满 在同事的眼里面 这个护士就是一个普通的还不错的人 但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看着无害的人 做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警方询问他作案动机时 他所说出的动机 简直是匪夷所思 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 嫌麻烦 他觉得如果在自己值班的时候 老人过时的话 需要和病人家属解释很多 这个过程太麻烦了 所以选择对药物做手脚 让老人在别的同事值班的时候死去 九宝慕爱公说出这个理由的时候 相当的平静 没有任何后悔愧疚的情绪 杀害了四十多名老人 居然是因为怕麻烦 当大众知道 九宝慕爱公的杀人理由时 日本社会一变哗然 对日本有过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 日本人私底下 其实是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 同时也怕别人给自己添麻烦的 而现在这位九宝慕爱公 居然是因为怕麻烦而去杀人 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当然怕麻烦 只是他掩饰自己极端自私一面的说辞 正如有的网友所说 如果仅仅是因为怕麻烦而去杀人 这样的行为 可以说是将性格当中极其自私的一面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虽然九宝慕爱公 在2016年就被逮捕了 但是日本司法程序 极其的耗费时间 很多受害者的家属 都已经到达了八十 甚至是九十岁以上的高龄 一些家属表示 现在才走到初神阶段 虽然审判的结果肯定是死刑 但是离正式审判 可能还需要三年的时间 自己也有可能等不到 这个恶魔伏法的那一天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